三名来自加拿大的姐弟少年钢琴演奏家 刚刚结束在古典音乐的故乡欧洲的巡回演出 分别年仅14岁的姐姐和11岁的双胞胎宋氏三姐弟 受邀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成功举办了钢琴演奏会 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好评 来自加拿大的少年钢琴家宋氏三姐弟 奥追宋和弟弟Brandon Song 追登宋7月中旬应邀到古典音乐圣地维也纳 参加在国际乐坛享有盛名的第九届维也纳金色大厅音乐节 维也纳金色大厅是世界古典音乐界的最高典堂 获邀参加金色大厅音乐节的都是同龄音乐人才中的翘楚 宋氏姐弟三人在金色大厅举办的演奏会大获成功 他们与乐团合作演奏了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 莫扎特A大调钢琴协奏曲 卡巴列夫斯基第三钢琴协奏曲等名曲 除了协奏曲外 宋氏姐弟三人还在音乐会上演奏了多首高难度的独奏作品 在多年的音乐学习中 宋氏三姐弟还致力于用音乐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在此次音乐会中他们特别演奏了由音乐教育家江汉 改编成钢琴独奏曲目的中国名曲春江花月夜和茉莉花 把中华民族音乐带给欧洲听众 Audrey Song、Brandon Song、Jayden Song姐弟三人自幼学习钢琴 先后师从江汉、黄一伦、汤佩华、刘诗坤、维阿度等多位名师学习钢琴演奏 曾获多项国际大奖 2023年因为在音乐及慈善事业中的杰出表现 Audrey还受邀担任环太平洋音乐教育协会NORWA分会主席 宋氏三姐弟赴维也纳参加金色大厅国际音乐节前夕 海映荷兰海牙慈善基金会之邀在海牙皇家城堡进行慈善公益演奏会 当地媒体对此进行特别报道 凤凰卫视 祖克勤 素毁文 温哥华报道